过去这几年以来,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来自美国的敌意 自从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就开启了对我国的贸易摩擦 巅峰的时候,特朗普把超过3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统统加上了关税 这个特朗普时代加上的关税到现在可还没降下来呀 今天要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成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了 虽然俄乌战争打了500多天,按道理讲俄罗斯应当是美国的头号敌人 可是美国政坛有很多人还是觉得俄罗斯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美国的终极对手会是中国 为什么美国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就是因为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强势崛起 以至于让美国人觉得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 那是迟早的事 所以此前的节目我们说啊 有时候我们倒是颇能理解美国人的 毕竟在过往一百多年的历史中 美国都是全球的老大 可是今天这个老大的位置要换人了 所以美国人感觉到了惶恐 感觉到了霸权不在 因此要先做防范 那么我们在追赶美国的道路上会不会一帆风顺呢 到底要多长的时间我们才能真正彻底取代美国呢 实际上很多事情是螺旋式发展的 并不会一帆风顺的 就说中美两国的GDP差距吧 实际上这两年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家知道吗 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呢 我国GDP总量相当于美国的67.1% 到了2020年增加到70.5%了 2021年达到了历史以来的巅峰 75.9% 离八成只差一步了 所以前两年美国人极为的慌恐啊 他们觉得中美之间的死亡交叉马上就要到来 中国GDP全面超越美国 恐怕是五年之内的事儿 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会有波折的 到了2022年上半年 我国GDP回落到了只占美国的70.2% 而2023年上半年呢 情况似乎更为糟糕了 大家知道吗 2022年上半年的时候 美国GDP规模为12.36万亿美元 我国呢 是8.68万亿美元 比美国少3.69万亿 而2023年上半年 美国GDP规模为13.24万亿美元 我国为59.3万亿人民币 已经比去年上涨了超过5%了啊 折合美元呢 8.56万亿美元 比美国少了4.68万亿美元 2023年我们的GDP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的64.7% 已经不到三分之二了 这已经低于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了 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疑虑啊 我们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会乏力呢 而且为什么我们增长的也挺快 可是赶不上美国的增长呢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恐怕就是汇率的问题 刚才我们的数字其实已经显示出这一点了 2022年上半年 我国的GDP核美元是8.68万亿美元 2023年上半年 我国的GDP核美元是8.56万亿美元 好像我们2023年比2022年还要落后了 可是看经济数据 我们是增长吗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问题就出在 我们是以美元计价 还是以人民币计价 同样根据刚才的数据啊 如果用人民币计价的话 2022年上半年 我们的GDP总量是56.54万亿人民币 2023年上半年 我们的GDP总量是59.3万亿人民币 多了2万多亿啊 可是按美元算却减少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过去一年 人民币对美元急速贬值 贬到什么状态呢 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 一美元折算人民币 6块3到6块4 而现在7块多了呀 咱们人民币虽然没像日元那样 一下子贬了25% 但确实今年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不少 也就是说啊 为什么我们的GDP总量 从占美国的四分之三 恰降到不到三分之二了 这都是汇率惹的祸呀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可以说啊 美国这个GDP增量 它是一个虚的 为什么说虚呢 美国GDP和我国GDP 一下子距离拉了很大 主要在于它汇率的上涨 次要在于美国国内的 惊天通货膨胀 实际上按经济增长率看 我们比美国强的多 但由于美国的通货膨胀 所以它的名义GDP上涨 非常的迅速 可这样强通货膨胀下的经济上涨 对美国经济难道是个好事吗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 美国已经连续11次加息了 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基准利率是超过5%的 这么高的利率 美国经济它承受得了吗 尤其是当美国不断加息之时 我们在不断降息啊 我们跟美国是反向操作 所以难怪人民币在急速的贬值 但是人民币对外虽然贬值 对内却升值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看中美两国的CPI指数 在过去一整年的时间里 美国的CPI都在高位运行 高峰的时候 美国CPI指数接近10% 这标志着美国物价标升 确实物价一直是美国老百姓 最近两年最为头疼的一件事 可是反观我国呢 上个月我国CPI指数甚至是零 什么意思 我们的物价没有上涨 甚至有很多物价都在暴跌 咱们就算算我们的日常生活吧 今年以来房价在下跌 这是肯定的 每一个城市的房子都不好卖 车价在下跌吧 有的那个合资车原来卖20多万的 一下子给你降个9万10万 当然不光燃油车在降价 电动车也在降价 食品价格其实也在降啊 猪肉价格已经连续多个月 在低位运行了 以至于国家要拿出大把的钱来进行收除 以平易租价了 当然服装价值近些年来由于电商崛起 大多数人买衣服都在网络上了 以往你去逛尸体店 一个不知名的品牌 它就标价几千块钱 可是现在大量的网上购物平台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套衣服啊 所以确实衣食住行几乎各个方面我们的物价都维持平稳甚至有所下跌 所以人民币虽然对外贬值但是对内却处于一个升值的状态 而且人民币对外贬值实际上是有好处的 什么好处呢 这确实有利于我们的出口 过去这两年由于美国的敌意 我们确实感觉到了出口的含义 没办法 美国要搞近岸外包和有岸外包 美国感觉到过去几十年的中美贸易让中国赚到了钱 他们要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所以特朗普时代他们要加关税 拜登时代他们要搞脱钩搞封锁 我们不得不说 美国有很多政策是有效的 本来中国商品靠的就是物美价廉 靠的就是价格竞争率 你一下子给提高了25%的关税 那当然会严重伤及我们的竞争率 另一方面呢 美国又对很多中国商品横加指责 今天制裁你 明天封锁你 确实使得我们的出口遭受到了重大挑战 所以最近传来的消息 我国已经不再是美国最大的商品进口国了 墨西哥和加拿大取代了我国的地位 虽然中美贸易总额 还有几千亿美元之巨 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但确实这两年来 尤其是最近半年以来 我们出口美国商品的数量在减少 那么当此之时 人民币的对美元贬值 实际上对我们出口加工业是个好事 这使得美元的购买力在提升 同时呢 我们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率也在提升 虽然美国对我们搞封锁 可大家别忘了 从全球范围来看 消费者可不止美国人啊 有日本人 有韩国人 有欧洲人 甚至有俄罗斯人 中国的商品只要购物美价廉的话 我们当然能打开更多的市场 甚至未来东南亚南亚南美非洲 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商品销售地 所以今年以来我们看到 虽然我们输美商品数量在减少 但是我们在外贸领域还是旅游斩获的 而且我们出口的商品在不断的升级 比如说汽车领域 我们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造船领域 我们已经超越韩国 甚至一个月拿的订单是韩国的十倍之多 倒退二十年 全球造船业是三分天下 中日韩三强 倒退十年 全球造船业是中韩两国平分天下 而从今年开始很有可能 我们会把韩国造船业 甩下一大截 未来全球造船业将是中国一枝独秀 当然除了车辆船舶之外 我们还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可以出口 尤其是虽然对美贸易在萎缩 可是对俄贸易在扩张 今年上半年我们和俄罗斯就完成了超过一千一百亿美元的双边贸易总额 而且不光是我们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在增加 我们出口给俄罗斯的商品更是暴涨70% 俄乌战争的影响深刻的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 西方世界在对俄罗斯搞封锁 实际上就是把庞大的拥有一点三亿消费人口的俄罗斯市场送给了中国 那么当然我国出口贸易主要是靠美元结算 人民币的对美元贬值很显然有利于我国抢占更多的海外市场 也就是说美国GDP的增长它是一股虚火 美国GDP为什么会暴涨呢 主要原因就是拜登先放水再加息的政策导致的 没办法 美元毕竟是世界通用货币 所以美国每隔十年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收割全球 而我国GDP虽然表面上看和美国GDP有所拉大 但我们的GDP更为的坚实 尤其是根据相关组织的调研表示说 按购买率评价GDP计算 这三年以来中美之间的差距也在越来越大 只不过是我们领先的份额越来越大了 尤其是很多人都在盘算美国的这股经济虚火能烧多长时间 一方面美国利息越来越高 美联储刚刚又加息了25个基点 可是还有很多美国经济学家说加的不够 今年还要再加一两次 另一方面美国债台高筑 国债总额已经占到了GDP的130%以上 而拜登政府在经过了几轮经济刺激之后 还要减免学贷 还要经济援助乌克兰 这使得美国经济未来一定会雪上加霜的 所以当美国虚火烧不下去的时候 当美国泡沫逐渐扩大要恶劣之时 我们才会看到中美GDP这个差距实际上不是拉大了 而是减少了 另外从战略角度上看 美国为什么过去几年一定要对我们有深深的敌意 它不就是因为美国人感觉到我国GDP有朝一日要超越美国吗 所以这半年以来我们的GDP总量上和美国的拉大 倒是有利于给我们换得一个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 毕竟美国明年就要大选了 共和民主两党在大选到来之时 一定会攻击中国显示自己的强硬 以骗得更多的选票 当此之时 我们和美国GDP总量的拉开距离 实际上对我们来讲 倒有可能给我们换得一个更为舒适的战略缓冲期 不要让美国把矛头都指向我们 实际上美国很多人早就看出来了 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 对美国来讲 它不是个坏事 反而是个好事 08年的金融危机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国经济做支撑 那么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有可能是度不过去的 而这一次 当美国经济再度有衰退风险之时 我们看到耶伦来华访问了 基辛格克里布林肯接连三位国务卿 也来华访问了 美国是深知和中国携手 对美国经济能带来的好处的 所以啊 何则两律 美国应当明白这个道理吧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